大家好,我是乖修缠 这个视频呢,咱们来做一下复盘 那么像今天的话呢,像商人者说走出缩亮眼阳 伴随白骨涨情 而创业版收编,继续两极分化 近期呢,依然保持互强深入 那么后市怎么去看 那么从板块的一个视角来讲 像今天周期化工上演涨停潮 语言宇宙大涨 而半导体新变光刻跌方向的跌幅居前 那么对应的像后面光伏石墨烯 有势电力风能等怎么看 好,那么表达一个核心的观点 这个核心的观点是属于什么呢 只有按照一定的交易系统操作 才是唯一不被市场牵着鼻子走的方法 在当前的市场当中 就是一方面机会非常明显 同时风险也非常明显 所以说呢,把握不好节奏 把握不好方向 把握不好这样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技巧 那么呢,很容易亏钱 把握好的话呢 那么市场也还是有机会的 那么我们先看指数 那么对于上中指数的一个态度的话呢 咱们前面表达的一个态度 其实呢,从趋势的一个视角来看 对应的,在他没有突破这样的趋势升线之前 3731以来,高点和高点相连 那么对应的,咱们只是用残忍的视角去跟 在这个位置的话呢 当时对应的一个节点就是一个五分钟中枢 然后的话呢,没有给出五分钟级别三连卖点 不易盲目的看空 同时的话呢,一旦相当突破 那么呢,坚守五军,五军不破 对于上中指数来讲的话呢 没有理由过度看空呢 就是呢,可能有的朋友呢 在今天,在上周,在上上周 已经呈现不断的去恐高 但事实上的话呢,市场还是局部性的机会点 局部性的风险点 结构是,好 那么当前的话,对于上中指数来讲 其实最简单的一个判断技巧就是 当前先收五军,五军不破 那么呢,依然有机会呢,继续冲高 在纠结当中,在分歧当中 在很多,会有的 犹豫当中,可能不知不觉 其实一根中阳,一根畅阳 可能也就突破了 潜高3731 而且对于上中指数来讲 咱们前面表达的观点呢 3731这个位置呢 突破也是很简单的事情 它并没有什么惊奇的 虽然说还没有突破 后面的话呢,其实这个 这个高点呢,想突破 我觉得呢,突破与否 这不是现在的重点 重点是,只要不破五军 可以呢,继续去跟 这是用均线的一个视角 或者用趋势的一个维度去看 那么对应的话呢 用残忍的维度来进行观察的话呢 那么当前的一个技术表达 技术表达点从3394点位以来 对应的 最简单的一个视角 就属于把前面的就最新的五分钟中枢 作为一个新的观察基点 来进跟踪即可 这是用残忍的维度 比如说这是一个五分钟中枢 这是给出五分钟 以为3点买点 那么呢,走在 在相当反人过程当中 那么当前的话呢 当我对于上中指数的一个观察基点 就是观察前面这个低点 只要说的正当当中始终不破 那么它还是有机会呢 再不断的给出新高的 给出新高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最终 它想要由强转弱 由涨转跌 那么必然会发生一次 组建五分钟中枢之后呢 而向下选的方向 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或早一天或晚一天 它早晚会发生 那么当它发生的时候呢 最起码第一时间能够识别 能够应对 能够呢 整体降低仓位 也说呢 在本周包括下周的话呢 指数来讲 目前来看商政指数来讲 只要说保持五军不破 还可以去跟但是呢 后面用两周左右的时间 要有这样的一个边站 且站且退的一个视角 这个且站 代表的是机会依然有 且退的话呢 代表的是欲往上欲谨慎 而且的话呢 整体的仓位不能 不能过重 而是的话呢 反弹的过程当中 那么呢 逐渐的仓位呢 能够打个比方 现在的不 现在的仓位 举个例子 现在仓位的话呢 假设有 不管是三五层也好 六七层也好 还是七八层也好 那么呢 在未来的两周的时间里面 那么呢 航情越往上涨 那么整体的仓位来讲 那么呢 要适当的 做好这样的一个控制 这个控制的话呢 例如说 第一目标 可能利用一周左右的时间 控制在什么呢 半仓以内 例如两周左右的时间呢 都是看几点 如果说一旦出现这样的风险点的话呢 能够其实的 例如说呢 其实的把仓位 降到三层以内 但是现在还没有 现在的话呢 还可以去沿着军业去跟 好 这是对上众指数 那么对于创业版指数的 一个表达的话呢 那么当前 它还是保持上的弱势状态 这个弱势状态的话呢 那么 当前的一个坚守节点 前低 还没有破 那么当前的话 下方是140年军业 是直升 而且呢 当前的做法呢 是属于单阳不破 小周期来讲 单阳不破 只要说保持单阳不破 还属于震荡的 一个视角来去看待 上方的话呢 前高 前高 它是属于这样的 步步步有层压 所以当前呢 创业版指数是趋弱的 创业版的趋弱的 背后是谁呢 是医药医疗方向很弱 以及 像列说 像被一些个物 列说像宁德时代 这类个物的话呢 被一些个物绑架 那么像宁德时代 近期的表达 意思是比较很 真浪很弱的一个表现 所以说呢 对于创业版指数的 一个视角来看 并不是说创业版 所有的股票都没有机会 而是呢 指数整体来讲 它现在是属于 次数人权重方向的 资金的认同度比较高 例如像周期化工 有势便利等等 好 这是对于指数的一个态度 那么对于创业版指数的话呢 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做法呢 就属于 它代表的是 体材列表是 像科技方向 列说像医药 医疗方向的 那么只要说呢 创业版指数的话呢 这一轮想要突破前面高点 我觉得这还是非常之难的 但是商量指数呢 已经变得比较容易了 好 那么我们再看 板块的一个视角 那么板块的视角的话呢 那么今天对应的 从行业板块的一个 维度来看 化工有势的掌停潮 然后工业机械 包括呢 像电器设备 环保建筑 煤炭 房地产 好 对应的话呢 也就是说呢 像当前主要是 主要是 化工周期类 列说呢 像石油化工 包括呢 像煤飞社五 等等 就是水域偏强 那么从概念的一个视角来去看的话呢 那么当前列说像 中概股 像阳基改革方向的 然后呢 像光伏 锂电 能源池等等 它也属于这样的一个反复 好 新材料 新材料的话呢 像咱们前面也是多次 讲到的像石墨烯 新材料方向 那么它是有强大的轮动的逻辑 今天的新材料是属于这种轮动的一个视角 好 这是从 板块的维度 那么 调整比较明 调整比较明显的是谁呢 芯片 然后呢 科技方向的 例如像5G 芯片 包括呢 像 半导体 光刻胶等等 那么讲到这一块的话呢 咱们要着重的去点评一下 那么像光伏 石墨烯 九色 电力 风能后面怎么去看 其实更多的还是 就是后面呢 再往后面去走 很难出现 就是不太 就是对于一些板块来讲 即便有机会 这个板块当中 它可能也不是扑长的 而是呢 越来越重要的是属于折股 例如像光伏 那么光伏板块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光伏板块指数 那么指数的表达来讲 其实当前是属于高位滞涨的 IMSED呢 是属于顶背离 史差 但是呢 像光伏里面的个股的话 它是分化是非常明显的 好 我们来看 从光伏板块的个股的角度来讲 例如说今天也是成员战的一个掌停潮 当然有部分个股呢 它属于叠加其他的 例如说叠加电力方向 好 那么对应的话呢 这里面也会存在一些 哎 例如说呢 对应的也会存在一些大跌的股票 像特变电工 包括了通微股份 阳光电源 好 等等 那么呢 重在具体的一个折股 折股层面的话呢 例如像今天 太阳能 它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这样的一个 连续 就是连续三日调整过之后 今天是一个反弹的走法 这个反弹走法的话 咱们前面也多次进行点频道 好 那么对应的话呢 就属于 重在 具体的 折股层面 折股层面的话呢 列入光伏方向里面的话呢 列入像 太阳能 然后呢 像石墨西方向 我们再看石墨西板块指数 石墨西板块指数的话呢 对应的 它也是属于高位滞涨 MSD 顶背第一 死差 真正像石墨西里面的话呢 对应的 真正正正正 从个股的层面来讲 中年跟中的 或者中年看待的是什么呢 像方向看数 今天呢 是一个亮平 弱板包 两阳加阴 好 那么像刚才 感觉像光伏里面的话呢 对应的 一些呢 高高在上的 要做防范 这个高高在上的话呢 指的是 一个是积累的涨幅 第二的话呢 是一个是短期 巨大涨幅 一个是历史的 这样的一个涨幅 例如说像特边练功 这样的个股 短周期来讲 它就属于这样的一个高速 不成寒了 好 所以说呢 对应的 还是以具体到 折股层面 然后呢 按照一定的节奏来 那么这里面 重点给它 分享一个核心的 一个心得体会 在市场当中 绝大部分股有的话呢 可以说80%以上的股民 是被市场牵着鼻子走的 什么叫被市场牵着鼻子走呢 你的情绪喜好 你的冲动与否 你的信心与否 它是跟随涨跌来的 好 就说呢 在像有的个股 或者是有的板块 有的方向 只要说呢 在什么节点 给你一根阳线 或者给你分次拉伸 那么就会有一大批 朋友 一大批股友 干嘛呢 立马变得兴奋起来 立马变得躁动起来 立马变得冲动起来 是什么呢 因为是被市场的 这样的一个涨跌 市场的这种情绪 市场的这样的一个 一涨一跌 牵着鼻子走 那么怎么样 才能够不被市场牵着鼻子走呢 唯一的 在我看来 唯一的方法就是 按照一定的交易系统 来去操作短线 例如说像单阳不破 这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交易 作为一类交易方法 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短线的一个 交易模型去看待 例如说呢 不断的指教来讲 像三线操盘 或者是用残论的维度来讲 买点买 那么取一个最简单例子 像半导体 那么像半导体里面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 在上周出现移动的时候 相信一定会有一批散户 干嘛呢 冲动了 心动了 然后呢 就进入这样的一个过度的 过早的去朝底 或者是 接入 例如像北方划创这样的 其实如果说 从情绪的角度来讲 上周五 一根一根 一根直线上去 或者说一根 资金的一个进攻 接近涨停的节点 而用了开板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从情绪 从当时的一个视角来讲呢 是很容易冲动的 但是从它大的一个结构上面来看的话呢 它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明显的 好 从整个指数表达是超低反弹 它不是 还不能日为反转 从它个股的一个表达来讲 它属于什么 它是属于前面 从 已经是翻了N倍 就是从了翻倍 之后 大了平台再定翻倍 这个节点的话呢 是当前这个表达的话呢 是属于这个位置呢 其实是属于前高费率承压 如果说按照一定的节奏来讲 就是这个个物本身 如果说让你重新去选 你会不会选它 然而它的节奏点 已经了 测试的节点 符不符 你能交易条件不符合 就不要被当下的分时的涨跌 所干扰 如果符合的话呢 那么也就无据 按照自己的这种交易方法里面 必然有止盈之损的一个设置 好 那么这是光伏 石墨烯 那么有色板块的话呢 那么今天 尤其是对于周期内的 像有色 钢铁煤炭 今天的属于再度高潮 高潮过周的话呢 那么紧接着可能会面临一个 分化的一举行 只不过这里面的话 分化的过程当中 重点看的是什么呢 重点看的是 有没有一些 就是重点盯了什么 盯了一些新生的一些行 一些核心的一些龙头的个股 类似说呢 从有色板块来做一个案例 有色板块来做案例的话 那么今天出现小的涨停潮 那么这个涨停潮当中 有些个股的话呢 如果说是属于横强 已经处在高高在上的 那么不要去轻易的去追高 但是呢 如果说属于列出像 瑞新科技这类个股 对应的话呢 它是也是抵押 有色方向的 那么 后面 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 出于手板 出于平台突破的 后面有这样的回落 会不会存在 单阳不破的 或者存在这样的低吸高抛的机会点 好 例如像同龄有色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在上周五出现这样的一个 涨停开板 今天再度涨停 像这类个股 在网上就没有 基本上就没有 不符合合适的买点了 就不能忙 就不能忙不去追 好 这是简单的一个视角 就是说呢 对于有色方向的话呢 更多的还是适合用单阳不破的一个视角 用这种短线的一个思维上去跟 好 那么再往下面的 就是像电力 电力的话呢 咱们在 昨天 周末的时间 给他重点讲的一个视角是什么呢 就是说对于电力方向的认为 他接下来呢 如果因为上周五是调整的 调整过周呢 个人认为他如果说后面有回落 或者是 是适合用潜伏的一个维度去跟 因为资金记录比较深 资金记录比较深的话呢 那么回落下来 用低吸的维度 用潜伏的视角来讲 可以会捕捉一些机会点 因为他一下子死不掉 那么今天的话呢 他虽然说不是领长的 但是呢 像电力方向里面 还整体来讲 还是比较稳 而且有些个股呢 他呈现的是一种 很明显的是 前面调整过之后 例如说像 例如像江苏 新能 像这类个股的话呢 结合大阳不破 结合十三天均线的一个视角 他就是用这样的维度去跟 如此而已 就说呢 用低吸的维度的话呢 那么有利可图 如果说呢 今天涨了六个点 明天的话呢 如果说再关心冲高 冲高的话 阳线失地收窄 然后的话呢 靠近一潜高的位置 破一不破 再去追 又容易被讨 就是它是安卓这样的一个 低吸潜伏的一个视角 就跟的话呢 列宋呢 前面上涨 那么呢 经过连续一天两天的调整 靠近五军 或靠近十三天均线 这样的一个节点的话呢 那么他对应的 相对来说 有一定的安全边际 那么呢 进可攻退可守 如果说像今天反弹 如果说明天再进行冲高的话呢 那么就 那么他的一个安全系数 就会明显的降低 好 那么这个风能 风能的话呢 这个板块来讲 从板块指数的表达来讲 它当天也呈现一定的 高位滞涨的表达 因为呢 已经连续三个交易者 没有创新高了 没有创新高的话 量能出现这样的一个 微微缩减 缩减的话呢 那么对于风能板块来讲的话呢 也要注重 就说呢 这里面也是出现内部的一个分化 内部分化的话呢 那么风能里面像 例如像今天 对应的 天顺风能呢 是明显涨停的一个节奏 而对于其他的一些 风能里面的个股 例如说像 不管是江苏新能 它是属于这样的一个中阳 然后的话呢 像京风科技 今天呢 是属于这样的收心 它也是内部的分化 好 那么这里面的重点 跟中的一个对象是什么呢 重点 就是重点看待的一个视角 也是用独立 就是用具体的交易节奏 例如说像京风科技 那么今天 只是做它 把它做一个案例 今天收到这样的一个小红星 小红星的话呢 那么它当天的节奏很重要 这个节奏什么呢 它在这样的一个临界点 没有突破之前这是风险点 再一次强调 没有真正有效的突破 这样的大的平台之前 当前呢 它是属于这样的一个 承压的节奏 但是呢 如果说这个位置横得住 最终才突破 那么它就是一个新的观察点 新的起点 这个起点的话呢 属于大天的突破 但是目前位置 还不能视为有效突破 所以说呢 值得重点去跟 而且能从小级别的角度来讲 这个位置呢 它是适合什么呢 例如说我们在看小级别的 一个视角 那么单阳不破的一个维度 因为那么呢 低级高抛 而不是追涨差跌 好 那么呢 再做一个总结 就是后面的话呢 像本周 包括下周 市场的话呢 就是它有一种是常态 就是两极分化 东边日出 西边雨 那么怎么也才能够 不被市场左右打脸呢 那么就是按照一定的节奏 按照自己的这样 哪个交易模式 那么有所选择 有所放弃 这个放弃的是呢 要么是对于 一说列出了一些高标 各五即便 即便很强 即便呢 强者很强也好 或者是下跌之后的反错也好 那么呢 可不可以放弃呢 如果说 业绩连年亏损的个股 可不可以放弃呢 如果说是近期 持续缩量的板块 可不可以放弃呢 就是这 选择一到两个 或两到三个主流的板块 自己认同的板块 认同比较高 里面呢 精选个股 从个股里面呢 按照一定的交易节奏 去把握 然后呢 去坚守 那么趋势不会呢 坚守趋势 那么短期波动 有明显的这样的 提高破的机会 可以去把握 按照自己的交易方法 短线的话呢 可以参照 可以呢 参考像单阳不破的 这种模型 这种视角来进行看待 好 这是咱们今天讲的一个内容 喜欢的朋友 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和点赞 记得赞赏 那么呢 再一次提醒 那么在减下 商政护 就是护墙深入 然后的话呢 在护墙的过程当中 商政指着正面 观察五军 五军不破 那么呢 没有必要过于悲观 自己吓自己 五军一旦破了 那么出现 再结合出现 如果说一旦出现这种强顶分 那么就要防范 调整 那么及时的 搜索仓位 及时的做 这样的一个防守 没有出现这种信号之前 那么不要自己吓自己 但是呢 一定要 后面的话呢 一定要 就是越往上 与警惕 那么呢 终在折股和节奏 好 再见